微解封的第一個週末 我們也帶您直擊 今天一早在花蓮海洋公園 還有太魯閣的人潮 現場都湧現了不少的遊客 另外宜蘭的東山舊河道 重新整治了之後 一整排的洛宇松綠意盎然 美得就像是荷蘭的羊角村 非常的吸睛 有民眾一早就帶著小朋友來玩 而在新竹的六福村 預計遊客數將會破千人 爸爸媽媽帶小朋友 一起坐在旋轉木馬上 微解封的第一個週末 就配上大好天氣 六福村樂園全是一家大小 興奮出遊 民眾在家關太久 各地都出現人潮 動物也跟著有了表演浴 之前只能自己練習噴水的海獅 現在終於有觀眾了 海洋公園出現不少人 要來清涼消消暑氣 而花蓮賞金船也有遊客 上船之前先量體溫 確保防疫安全 接著就出發囉 另外花蓮的另一個景點 泰魯閣一早就出現車流 民眾都想趁著微解封 人流還不多 來讚嘆大自然的 歸富神功 來到東部的另一頭宜蘭東山舊河道 河岸上的美麗草皮還有駱宇松 騎車腳踏車享受整片藍天白雲 就像置身國外美景楊角村 微解封第一個周末看得出來 悶壞的民眾想出來透透氣 但防疫可別馬虎 讓病毒有機可乘 回來新聞綜合報導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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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